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百姓人家 他们家既不是贵族的后代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因此他也只能凭着一己之力努力的去力争上游 我们现在来重观他一生的这些画作 我们后面几集会秀一些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从这些作品里面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绝对不是那种屈原覆势 或是风云拍马的人 这种性格让他虽然凭着天分与才华 在人生的道路上赢得了事业 还有非常高尚的地位 但是却也让他得罪了不少小人 更让他自己因为这种心理的感受 为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呢 感受到一种非常的愤怒与心理的压抑 那么在他生命的后期呢 就转化成一种非常著名的黑色绘画的一个系列 我们后面呢 那么我们会来仔细的介绍他这些 那么他14岁的时候呢 在他家的家乡就开始跟老师学画了 接着呢他就到马德里去另外寻找有名的老师了 但是呢他却和老师处得相当不好 所以他在17岁和20岁的时候 他两次申请要进入这个皇家 聖弗兰德这个学院呢 都被打了回票都被拒绝了 他只好和一群这个斗牛士呢 就一起到罗马 他就在街头呢担任这个杂技杂爽的一个演员 那么在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之下 他在25岁呢 还能在罗马完成了这两幅大作 包含了这个攀神的祭拜 其实我们看他凭着这种绘画能力了 还进不了美术学院啊 我猜应该是受到他自己脾气的影响 因为欧洲的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的传统 他们这个学院只要有一个老师认为说你是可造之材 他愿意收你为门徒 那你就被录取了 但是呢你得罪老师那你就连门都没有 不过就因为Goya他这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这种硬脾气啊 他才是Goya 那么也留给后代呢 等我们呢 那么如此丰富的一些遗产 那么后来他回到玛德里以后呢 Goya很辛苦的就从设计地毯的这个基层呢 就开始慢慢的做起来 那么西元1777年 31岁的Goya 他应该还是涉事未深啊 年轻的他呢 当然也会想着和心爱的姑娘一起看看星星啊 看月亮啊 或者从一些诗词歌赋啊 聊聊一些人生的哲学 他也很看一般人一样 他也希望儿女双全啊 其乐融融 那么这个时候的Goya他所画的 譬如说这一幅羊伞 他心中的歌颂的就是那种青春还有那种美丽 到了他33岁那一年呢 Goya就受到国王查理三世的接见了 在这个以后呢 Goya他就逐渐在官方的领域呢 就混出了名堂 39岁呢 他就担任了皇家圣费南多学院的这个副院长 他就是他当年考不进去的学校啊 这个命运真的是很捉弄人很讽刺的 而且在1786年40岁的时候呢 他就熬成了西班牙王室的宫廷画家 那么逐渐的就走上他人生的巅峰 我们常常会说啊 人不遭记是庸才啊 其他的画家因此能非常记录他 眼看着前几年他还进不了学校的这个Goya 现在竟然平步轻人的上升了 当了副校长了 心里说有多欧就有多欧 刚好这个时候呢 国王就指定他要制作一个描绘 说有趣的乡村场景 这样子的一个挂探 于是呢Goya就卯尽全力的在1791年就画了一幅婚礼 就描述了乡间的婚礼了 他要让那些记录他的那些画家 全部给我闭嘴 但是这个时候啊 他已经看见了这个官场这个腐败 还有这个虚伪啊 他心里的良知还有良能啊 已经被激发了出来 他说啊我痛恨这些贵族贪婪的享受 不知人间几股 你看这些人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呢我更怨恨的是我自己 我什么都不能做 偏偏我还必须要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我真是耻辱之志啊 说真的他只是一个画家 他还能怎样 他真的是非常的无奈 那么这一幅画 他做的看起来就应该是一个迎娶的队伍啦 这个婚礼 Goya就借着这个有趣的乡村场景 他借着这一幅画呢 他控诉的是一场不平等的婚姻 还有一些利益的交换 我们看到在这个画面的正中央呢 穿着一袭红色大衣的就是新郎官 他年龄呢 比站在他前面的新娘要大得多 你看起来他就是满脑肠肥啦 皮肤幽黑 愚蠢的这个嘴型啊 一张丑陋的脸 长得几乎就像猪八戒一样啊 那口水几乎就要滴下来了 可是你看他站在他前面那些的新娘啊 他是长得如花似玉 穿着是非常的华丽 看起来就非常的美丽大方 可是呢 他给我们的感觉呢 却是孤独 而且很严肃 仿佛他参加的不是他自己的婚礼 你感觉到他既无奈又悲伤 而且他今天呢 应该是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穿上鞋子 他竟然把他的鞋子的左右脚都穿反了 唉 那么在新娘的这个右前方呢 有一群女孩子 那些都是新娘的朋友 今天呢 却带着恶意的这种嫉妒的微笑 你让人家感受感受不到这种一丝丝的幸福 这个婚礼应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 可是你却感觉不到这些东西 新娘的父亲呢 就穿着老旧的这个绿色的大衣啊 就站在这一对新人的后面 哇感觉非常自豪 非常满足的 跟这个臃肿的这个神父在那边交谈 旁边还有一群上流社会的士绅啊 那么这个父亲呢 也许他这辈子还不曾和这么多的士绅呢 相处在一起 他因此他为了这一桩的婚事啊 哇他觉得满意极了 对应这个画面这个左边啊 我们就看到一群衣着蓝侣 贫穷的这个邻居小孩 一下子就显出了这桩婚姻 这种阶级明显的对比 而Goya呢 就借着这样子 他在默默的控诉的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其实Goya在他的十颗版画 有一幅叫做《盲目的婚姻》里面啊 他就也成为大陆的评级 评级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婚姻制度 版画中呢 我们看到新娘的脸上还戴着面具 昂头挺胸 身后呢 就跟随着这个好像人员或者是独老的这个长者了 从穿着看起来好像是教皇或者是教会的人士 然后旁边呢 是一群惊讶的低沉的一个人民 张着口瞪着眼 哇这是什么场面啊 这幅作品呢 就意味着这个新娘的这种欺瞒 还有这种新娘家长的这种贪婪啊 那么刚刚那一幅婚礼呢 花了两年的制作 这一幅尺寸超过八成十英尺的巨大的画作 他耗费了郭亚相当多的体力 以至郭亚后来呢 他就因此呢疾病困扰 他的对手呢 就用他这种病情来对付他 让他心里憔悴 再过几年 1799年呢 他被宫廷就聘用为第一画家 哇这个职位呢 也被视为当时艺术家的最高的荣誉了 可是啊 没有过多久 郭亚的人生啊 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到底 他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 利用下面的几节 来跟大家分析报告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如果说您认为还可以的话 请不要忘记 帮我们按赞 然后订阅 分享来赞助这个美国北运女校友基金会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助